首批55万剂的中国国药疫苗 日前运抵匈牙利 24日匈牙利总理就宣布 今天开始施打中国疫苗 成为欧盟国家里 第一个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 据外媒报道 中国国药疫苗目前还没有获得 欧盟医药管理局的上市许可 不过匈牙利已经向国药 购买了500万剂疫苗 匈牙利总理还曾表示 他更喜欢中国国药疫苗 并说希望自己能够在下周就施打 匈牙利总理学医生 加伯扎赫是对中国疫苗表示质疑 他说自己不会施打中国疫苗 他认为目前对中国疫苗所知甚少 辉论疫苗有两万页的描述 而中国疫苗只有数百页 他也不相信中国染疫死亡的人数 只有4000人 他表示中国与印度人口规模相当 但印度死亡人数却是中国的好几倍 匈牙利除了引进中国疫苗以外 也在1月时批准了使用俄罗斯的疫苗 并已在2月12日开始对民众进行施打 同样也创下欧盟国家的先例 据了解 匈牙利总理之前就不断批评 欧盟的批准和购买疫苗过程太慢 因此才引进中国与俄罗斯的疫苗 新唐人也在电视池千里 叶人鲁这里报导 这二十多的機链 有一点 这四个 Collins 人纳容 保存了 煞锅